大家好,我是Alan Chan 想和你分享一下今年DSC P1-2-3的終極貼士 首先,請你回顧一下你是不是熟悉P1 Reading的十大熱門題型 請大家在最後階段的時候檢討一下自己在這十種題型中哪種較為約就多加粗練了 第一種是詞語題,包含了四種問答方式 包括字典題、多項選擇題、用字取代題和短答 第二種的題型就是紫代詞題目 它包含了問你代名詞的意義 或者概括名詞的意思 那個概括名詞的話,其實可能有一個Determiner 指示詞,例如the,such,this,這些後面的名詞那一種 它都會問你,這些字在文中是指什麼的意義的 第三種當然是大家最恐懼的長題目長答 在長答當中,題型都會分了八大類 包括第一種的原因題,第二種的細節題,第三種的生節代名詞或者比喻題 第四種的作者目的或者態度題 第五種的文中概念差異或者相似題目 第六種的文中概念諷刺和矛盾題目 第七種就是叫你在文中找證據或者引述的 而第八種最後一種就是大家最恐懼的推斷題 請你檢視一下所有長題目的題型裡 你每一種是不是熟練不熟練的呢?多加操練 除了長題目之外,當然不少就是我們的多項選擇題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MC題亦都分了七類型 包括段落主子題,全民主子題,或者叫做標題問題 細節題,推斷題,作者目的,作者態度題 三字題和紫代詞題,請大家檢視一下這七種類別 哪種較為藥,又要多加操練 除了剛才的四款二本題型之外,另外還有六款二本題型 包括歷格考生都命中得較為低的Summary Clothes填充題 段落主子題 Matching配對,或者有時候叫你排列次序的Numbering Ideas Proof Reading Underlying Options,即是一篇文中每一個位置要有四個選擇 讓你選擇用字的那一隻 有時候會有Multiple Choice的形式出現 還有最後一隻,當然不少得 True Force Not Given 以上十款的題型,請你檢視一下自己哪種較為藥 記住要多加操練和溫習 講到PaperOne一定不少得,要教大家時間分配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將每一分是用65秒去完成就行了 當然有時候某些分數未必能夠65秒完成 那你就多除小寶,某些分數可能65秒之內 就可以賺回時間去給別的題目 65秒一分這樣去做的話 最終你應該還會有大概五分鐘去檢視你的所有題目 所以這個是最恰當的時間分配 去到這個最後的階段,仍然有些同學是很顧慮自己究竟選B1還是B2好的 我比較心得大家 其實如果你選B2,最後只有Level 2或者以下的分數就是錯誤的選擇 所以我認為大家做完Part A之後應該看看自己的時間剩下多少 起碼要有40至45分鐘或以上的時間 再加上你認為你做完Part A之後命中率達到六成左右 即是說有24分左右的分數 你選B2就直播率高,因為在B2只要拿到15、6分就起碼有Level 3 如果你更高分就會有更高的Level 記住這個標準 去到作文的部分,很多同學都會顧慮Part A的必答題 因為不知道它會出什麼題材 不如我們回顧一下12年至19年出的什麼題材 你會發覺看上面畫面 主要都是圍繞著校園生活的 所以只要大家搜集到關於School Life 校園生活的資料 我相信作為Part A都會得心應手 至於作文方面的時間分配非常簡單 我建議同學用35至45分鐘完成一個Part A作文 換句話說,你還會有75分鐘至85分鐘完成的Part B 就視乎你Part A用多久的時間去完成 講到Part B作文,很多同學都經常問我 究竟一集多少個Modules是好 其實你不要被Modules在局限自己選題才行 很多時候某些話題會出現在第二的Modules都不頂 例如看看以上的例子 2014年的Social Issues當中是問市中心拍戲的看法 其實會不會Drama會出的呢? 2016年的Social Issues問你消失的家庭文化會不會本身 可能在普遍文化會溫暖的呢? 誰知道它出了Social Issues 18年問應否做瘦子 19年問國際人才對本地就業市場的影響 那這些是否應該是很合適的地方 所以其實只要是熱門你就要溫 考過日也要八題也要留意 不要一些熱門用話題你溫暖了 放了第二個Modules你就不選它 記住不要被Modules 局限了自己選題 去到PayPal 3 Listening了 老實說這個最後階段 Part A零聽部分沒有什麼得點大進步了 不過Part B還有潛力的 記住大家要懂得4月2號晚怎樣溫習 4月2號早上考完作文 記住你Part A考了什麼format 這個format在Part A考了 它是不會在第二天listening的task出現的 當然如果是article那些就另計 那些當然會繼續考下去 我們可以看一下15年至18年 在15年考Letter to the Editor 16年考Speech 17年寫校長信 18年寫家長信 都沒有在第二天的聆聽那三個task重疊 所以根據我們作文 Part A出了什麼format 你4月2號晚可以溫少一個 講到format當然不少 我一定要告訴你今年必出什麼 這七種一定要溫 Article Block Entry 或者Essay Proposal Report Letter to the Editor Formal Letter Personal Letter 和Speech 不要說溫七種很多東西讀 因為有Part A作文 Part B的八簡一 和零聽三個task 有五個平台考你寫作 你溫七樣東西 其實不算太多了 希望大家要勤力一點 最後我希望每一個考生都會堅持訓練 就是最後階段的時候 英文方式還有得溫 還有得進步 如果你都不相信的話 就真的沒得救了 It's never too late to mend 亡羊保勞 未為晚也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亦都歡迎你在不同的平台再跟我交流 我是Alan Chan 希望今年的考生可以 旗開得勝 拿到一個理想的成績 Bye Bye